网红馆长陈志涵日前遭人枪击 现在外界质疑了 这枪手的背后恐怕是遭人指使买凶杀人 由于这一名嫌犯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支付任何的费用给律师 那么对此事务所也说了 当时就是因为这一名嫌犯一连打了99通电话 事务所是基于道义才会接受委任 馆长陈志涵上个月28号遭23岁的刘成浩埋伏枪击 而刘成浩不但无业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支付任何费用给律师 根据了解刘成浩每名律师培训费用 从六七元起跳 如果是知名律师出马 至少得花费两万元 而刘成浩请双律师培训 其中包括王牌女律师 收费至少得花两到三万元 所以现在外界猜测背后 是不是有金主缩许犯案 而刘成浩曾经透过朋友 咨询过馆长性骚扰案 所以有律师的电话 但之前的咨询费用都未缴清 但是接受委托的事务所却表示 当时刘成浩一连打了九十九通电话 对此事务所认为 刘成浩当时求助无门 如果当下没有及时处理协助的话 觉得不够道义 基于道义才接受委任 也强调这笔费用 不会找其他人带电 判断这笔委任费用 可能到最后会变成呆账